再来看到8名被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解雇的工程师 周三在加州法院对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提起了性骚扰还有报复诉讼 与此同时 华尔街日报在周二爆料指 马斯克曾经追求公司内的女性 并且要求要发生性关系 其中就包括一名前实习生 周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及其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被8名前公司工程师起诉 他们在法律文件中表示 马斯克故意在工作场所发布恶毒的性照片 表情包和贬低女性或性少数群体的评论 从而营造了一种敌对的工作环境 8名前员工表示 由于2022年合作撰写了一封公开信 对马斯克的行为和公司文化表示担忧 随后便遭到了解雇 他们称 完全有理由相信 马斯克亲自做出了解雇他们的决定 以报复他们的行为 SpaceX否认有不当行为 并表示 被解雇的员工违反了公司政策 SpaceX还表示 马斯克没有参与解雇他们 另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 多名SpaceX女员工指控马斯克追求他们 并要求发生性关系 报道指出 2013年 一名直接向马斯克汇报的女性离开了公司 他声称马斯克曾要求他为他生孩子 而在他拒绝此提议后 他们的关系恶化了 在2014年的另一起案件中 一名直接向马斯克汇报的女性表示 她与马斯克发生了性关系 但在两人的关系以不愉快的结局收场后 她遭到了后者指责 这名女性后来离开了公司 并签署了一份协议 禁止她谈论自己为马斯克所做的工作 前SpaceX高管透露 公司的政策并未对马斯克执行 这助长了性别其实和骚扰的文化 但SpaceX总裁肖特威尔否认了此说法 称公司会全面调查所有骚扰投诉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凤凤凰卫视王岐华盛顿报道